新疆市里道书館 南口文館 7月26号正式客用 第一次就在山井后来的队面 为了传统的道书館不一样 南口文館设计36公图 号称是全台湾最大书墙 新疆市里道书館 南口文館 在这7月26号正式客用 第一次就在山井后来的队面 开关那天有很多民族正来参观 新管所在的位置其实非常好记 就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的 这个山井购物中心 跟这个山井购物中心只有一阶之隔 所以如果下一次不管你是购物 或者是特别都欢迎大家到 林口的图书分馆来 南口文館有很多座 没有同学的空间 不然有亲子区以外 从这边就是一五当36公斤的大型书墙 那我们这个分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打破了传统图书馆 这个隔间的概念 我们打造了一个宽达36公尺的 这个弧形的一个墙面 那在采光或者是在图书的收藏方面 都跟其他的图书馆都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除了这些硬体之外 我们的软体像我们的图书的收藏 还有我们办理的活动都会陆续的来加强 那因此希望能够逐步的来实现 我们新北市朱市长的这个 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以恬当人家的优惠风格 大致的哪个温馆 比那边中这个看到的时尽 不能更熟悉也更更便利 今天本来的带有话 新北市彩虹伯德 我们下期见